早晨,各位讀者 今天是3月29日,星期五 我看了香港01有一个很详细的报导 关于明日大鱼的造假 很坦白说一句,无论你喜欢与不喜欢 我经常说一件事 香港其实没有什么自由 我经常说一件事,无论你喜欢与不喜欢都好 政府就会行这个明日大鱼的所谓前期研究工作 这样的花费就成为5亿 为什么这个前期的花费要5亿这么大呢? 这个consultant fee 就是没有一条数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到5亿 那现在开出来,明日大鱼的 包了就是6,240亿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根据 第一件事我听到,2032年才有第一期入伙 我已经打过凸 2032年是很久的 现在是2019年 就是还有10,今年才是年头 就是说还有接近13年时间 才有第一期入伙 那你现在计算出来的6,240亿 你现在是否立即买完所有沙放在那里 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加多少 你怎么知道人工加多少 你怎么知道工程加多少 你怎么知道那些桥费路费要加多少呢? 为什么你不说到2万亿呢? 真的要2万亿的 不是开玩笑的 香港现在在这条天桥10亿的 吓死人的 人家整个国家都没有10亿的 有点 真的整个国家一个月的花费都没有10亿的 它已经在这条天桥都没有10亿的了 你6千多亿我告诉你 你将来到明日大嶼起好 肯定花了1万亿以上 2万亿不是多的 不是多的 你2032年才开始有人入伙 你还没填完的 那你不2万亿 那我们今天想详细一点说一下 因为我看到香港01那个 讲得很详细的 那今天有几多东西讲一下 那我尽快讲了投资日志的那些 那网址已经收录了我们 一季之前的收费版了 10亿月 那大家可以进去那个网址里面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网址的 那个blog的adress 那你也可以继续YouTube下面的 那个连续都可以的 那和4月的收费版 大家已经可以开始付费的了 那如果是收费版的话 大家就有email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那附带一题就说 那个 因为 之前我就不知道那个 就是没有这样的planning 网址会收录之前的收费版 所以最初那几期呢 我就是用pdf的格式 转回做work 那所以你在电脑看没问题 你在PC看也没问题 但是你在手机看可能 那些字就会重叠的 那大家最好就是在电脑 和notebook那里看 那但是过了几期之后呢 那我已经save 那时候呢 已经save做work的format 那就是所有版本看都没问题 好吗 那大家不知有没有留意新闻 那有两宗新闻 我今天都想说 有一宗新闻 就是大家不知知不知呢 其实林郑的 那个 那我不知道她是大仔小仔 我也不想理这些东西了 那其实林郑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在英国的 包括她买间屋 是英国 那她的先生呢 都是去回英国 那她其中一位公子 是英国 那当时呢 她为了要做特首呢 所以她的儿子呢 是进了小米那里做的 但是现在呢 她已经证实了 当时吹得很厉害的 就证实了 她的儿子已经离开了小米 然后去这个 希腊再攻读这个哲学 那我一听呢 就已经知道她在做什么的 那林郑呢 另外一宗新闻呢 就是 你现在看很多KOL都有说 蕭生啊 牵元刚正都有说 很多人都有说 就是关于这个 李嘉诚这个 池山寺这个巨型 就是这个观音像 这些佛像开缸的事件 两个事件 那就是说 林郑呢 是拼了了李嘉诚的手 然后看标走了 那 林郑呢 她是一个 相当之霸道的人 亦都是一个相当之小气的人 去到这样的年纪 很奇怪 我经常说一件事 她做一个局长没什么问题 但是她做一个首长呢 这个性格就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一个首长呢 最重要的就是 有人帮你做事嘛 对不对 我也做过一个 就是小部门的supervisor 你 当一个人她有能力 她是有些她自己的脾气的 你做上面的人 你用不了她呢 那就是你自己做完的 所以你看到林郑上了场呢 除了之前 梁振英帮她掃清了 这个泛民那边之外呢 其实做到今天 两年多了 两年的了 应该就来 林郑的所有东西呢 都行不到的 她的资金没动过 楼价越来越高 建出来的楼越来越小 地越来越少 所有要推出那些什么 自愿衣保啊 很多她上任之前 想兑现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没有兑现过的 现在推出来的居屋呢 越推呢 那单位就越小 大家刚刚看到 六字居的柳王 我们以前说的柳王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以前说的柳王呢 就是起码六百几七百尺的 现在的柳王是什么的概念呢 现在的柳王是四百五十尺 两房 将会建的工营 私营屋越来越少 能够可以搞的东西 就是搞启德 启德呢 他只能够多谢曾荫权没有搞过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任何人 勇敢和他出主意 也没有任何人 勇敢自己去码 每个事情都问过他 那你自己做死之余呢 有些事情不是你做的事情 你都做了呢 搞成这样一样 那为什么把他的公子 调了去希腊读神学呢 很简单 就是林郑都知道一样东西 当时为了表示忠心 当然是把他的儿子放在小米 我儿子 我最宝贵的东西 都在你中国境内 但是今天 林郑完全明白 哪一个做特首 是两个人作主的 一个就是中联办 一个就是习近平 跟你做得好与不好是没关系的 做得不好更加细 那所以呢 他知道他自己不一定连到任 他首先就将个人质 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先 林郑在香港是没什么资产的 我们看过呢 她是应该有一间屋的 那在香港呢 她只是干什么呢 拿长粮 是这么多 她在香港是没有资产的 正常这些人呢 是不应该去sell 什么23条 我爱香港 什么国歌法 是不应该由这些人去sell 因为为什么呢 你的行动都不是外国 你只是想要权力的位置做一姐 对不对 大部分中国的都出现这个问题 那些人都去了外国的 但是他自己一个人 一条老命留在香港 就说我爱国 很多的 你看看董建华 整天都在 但是他很多东西都去了外国 他一条老命 因为他都没了八十多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做 明日大禹也是一样 包括做明日大禹 包括现在讲这个 地铁沙中线 包括去这个 李嘉诚的 池山子开光会 都不是林郑自己可以做事的 是别人要你去你就去 但是他就不奋气 所以搞一些小动作 我在这个收费版里面都讲过 很多李嘉诚做事的方法 我都不认同 不过一样东西 我一定要认同 就是他真的捐了很多钱出去 帮助了很多人 这个是真的 所以我都很尊敬他 起码他有做到 好过有些违父不仁 图完图完的钱是没有捐出去的 他有做 你不要理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有做就可以了 第二样东西 一个九十一岁的老人家 你做这些事是不是很少家呢 是不是 他是你长辈 他都九十几岁了 你现在似着个官威 是不是 坦白说他 那个官威都不在你林郑那里 在中联版 中联版叫你来 你林郑可以不来吗 是不是 林郑也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你以为你的人不在中国 国家就控制不了你了吗 不要那么天真 对不对 做人为什么不可以大方一点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节目 或者我们的网织 你批评我的 有时候你看到我 我会不会出声的 看到我不出声 你出来做事 我真的没有恨他们的 你出来说话 你就预料有人批评 我真的会出声 就是你不要在 在我的频道里面 去跟读者吵架 去骂人 说粗言慰虞 这些 因为你影响了其他人 你如果是善意的话 我是接受的 甚至你是恶意地骂我 没有影响其他人 我最多不出声 不要紧 你出来做事就是这样 这个你又生气 那个你又生气 你生气得多少人 是不是 你把你自己病在家 每天自己三餐在家吃的 那就没有人生气 是不是 人都不认识你 但是这个是不是你想过的呢 是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 明日大雨都是一样 包括现在地铁 现在地铁呢 坦白说一句 地铁现在做的什么呢 就是地铁后面 做这个沙中线的 是一个很大的利益集团 即使你发觉它钢筋有问题 它现在很简单就说 我验了 没有安全问题 都没搞都没开始验完 就已经说没有了 为什么 后面的利益集团 在后面那班人 很厉害的 你林郑都不出声 为什么 不道理说是你女儿 你摆什么东西官威 这件事我不喜欢她 我知道她不喜欢 李嘉诚当时是被逼出来支持林郑的 说女窩保青天 那我们应该支持女的参选人 第二件事 李嘉诚 当时是支持曾俊华的 但是一件事 事情都过去了 是不是 因为91岁的老人家 你既然来到的 中国人有句话 既来之就质安之 你既然来到的 好好看 做一场戏走就算了 搞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 坦白说一句 李嘉诚已经91岁了 他还能够做到什么 他还有多少年命 一百岁来还有九年 他妨碍到你什么 人死 坦白说一句 什么恩怨都没有 是不是 搞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他大公子 二公子 坦白说一句 他都不会跟你支持 现在坦白说一句 李氏都已经把那些钱 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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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掉到英国了 或者全世界了 Richard 得到香港电讯 那你还跟他撑什么 你林郑如果未来两年 两年你下班的话 你自己都飞去英国 永远都不见这班人 为什么不表现大方些 这些就是 你坐到这个位 我经常说一件事 没有能力的人 他坐下面的位置没问题 最惨的就是 没有能力的人 坐在顶的位置 你看看现在的楼价又飙了 现在楼价飙都不重要 个个都飙了 但是问题就是 越来越小的那些居屋 吵你百五尺 不出声 你们换吧 你们去拿一间公屋出来换 吵你换个百五尺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 他现在不敢说 不敢出声 把王远辉放出来 好 我们说了很远 说了十五分钟 我们说明日大雨 六千二百四十亿 六千二百四十亿 会不会涂空库房 当然会 我怕读者不明白 我把这个图 下面那个地方 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 大家看看现在 他要填的地方 他要填的地方 右手边最大的那块 就是 港岛九龙新界 摆正在中间那边 就是大嶼山 他现在要填的 就是 右手边橙色那两块 交以洲人工岛 跟着 交以洲人工岛 隔壁有两块灰色的 就是喜宁洲人工岛 他主要要填这两块 有些顺手填的 就是三号仔 就是 上面一条长线尾那段 那段就是 恩澳填海 很小而已 八十公斤 可能是做一个码头 跟着就是四号仔 就是屯门这边 龙古滩这边 二百二十公斤 他主要要填就是这么多 跟着你看到 所有的红色线 红色线 蓝色线 这些就是天桥 或者是道路 去将这些 交以洲 喜宁洲 恩澳 龙古滩 这几个区域全部连了上来 这个就是整个 明日大嶼的 原景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工程是很很大的 跟当时我们建机场下完全是两回事 两回事 跟建机场下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好 中间呢 除了他填海的面积大之外 中间 要做的 就是那些 天桥 道路 是很多的 还有 还有呢 他那个 横跨的水域是很多很大的 这些工程在中间里面很容易是会遇到问题出现的 很容易很容易会遇到问题出现的 所以这个6,240亿绝对是不可能的 最少都一万亿 最少都一万亿我告诉你 我们看看 香港人怎么说 第一就是低估成本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也有第二个造价表 股算 这个是政府股的 这个就不是发展局股的 交易州 就是2,500亿 龙股摊 欣澳那些是950亿 下面这些就是 那些所谓道路 铁路 Flyover 走廊那些 加上 下面呢 所有这些路 就是起路加上 就是2,730亿 填海就是3,550亿 就是6,250亿 加上 那如果政府这条数 就是10年搞定 那每年就是600多亿 那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件事 当然就是在 每年的财政要算里面 撥钱出来 第二呢 就是发债 第三呢 就是买地 那买地当然是起好才卖 那就是用这三个方式 去掌握了这条数 第二个呢 香港01提出来就是高股收益 反而我觉得呢 高股收益的事情 就未必 只不过呢 就是 就是不是高不高股的问题 而是说 有哪一个财团 是带头在那里买地呢 简单说一句 如果在每年的财政要算法 撥出来的 就一定得到的 一定得到的 那些钱 但是你想想一下 现在我们每年的盈余 都是千多亿 如果你每年要撥600多亿 就得到300多亿 那很多全部政府开支都要缩锁 是不是 或者动用原先的储备 那无可避免地 它是要发债的 好了发债 那第一样东西 你多少利息呢 第二样东西 哪个买呢 那些债务的利息 又是哪个给呢 你发六千多亿债 你说的四利息你都死了 大哥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一利息都六十多亿 四利息是百多亿一年 百多亿一年 哪个给呢 因为为什么呢 卖地呢 是现在拿不到的 你要起好才可以卖的 那你想想 我当你2032年 真是可以建出来 那你都要2030年 31年才卖 是不是 那这十年 建筑成本 哪个付出呢 还有一样东西 你建那些道路 走廊 不要窝 因为你没有路 它是建不了的 它难道飞过去 我没理由 买个地 买个沽沽 那大部分的人 就怎样 看 你建好了 我就买 你建好了 有人打了头阵 我就买 是不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十年来说 对不对 我觉得它不是错误估计的收益 是这个收益可能 要用很多力 政府要出很多力 将所有好的东西 引进去里面 所有好的东西 引进去里面 将所有的人 有多的移进去 你想想想 大家想想 现在香港有七百万人 你要移多少人进去 才可以成为一个区呢 我告诉你 最少 最少 你要移六七十万人进去 才刺一下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很大 其实 你不可以用一枪 把那个人进去住 如果你不进去住 一枪打死你 不行 哪一个人 最初肯进去住呢 即使公公婆婆 公公婆婆进去 又不行 因为你没有医院 没有成 未有配套 你没有医生进去 如果 现在三十多岁 现在四十多岁 他进不去 为什么不能上班 我没理由 坐一条长廊出来上班 你看看那条长廊 坐出来 你坐了出来港岛区 或者屯门区 你不要忘记 你不是立即上班 你还要转车 转地铁 那我上班 豈不是要上班 要上班 那我下班 又下班 又下班 是不是 这件事 一想 已经有问题了 对不对 配套 是不可能 即时做出来的 你要有 即是你有钱 没有 没有问题 最重要是你有人 你都没有人肯进去 谁进去做烂头筋 我单拖一条人 进了交椅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个黄伟伦 还说 可以在海景 屌你当然是海景 海中心 你动车棍在那儿 全四围都在海景 是不是 你望得两望 一个钟之后 你已经觉得快点走 是不是 这件事已经很有问题了 即是除非 当时香港有过千万人 我多了三百万人 你三百万人进去 那就可以 如果不是 你只是开头找 谁进去 你都死了 你进去 不只是那些人进去 警察呢 消防员呢 医务人员呢 零售呢 商务呢 清洁人员呢 政府人员呢 你林郑进去吗 你政府的高官进去吗 你开车呢 你开死你 那里开出来 是不是 我当你这条桥没事 你开出来 再开到你家 两个多钟 现在两个多钟 回到广州了 回到广州 还在喝茶 不可能的 这个 第三 赤字危机 简单说句就是 除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付出了先 到他十几年后的地出来 你才可以卖地 那你卖多少钱呢 你卖多少钱先 我告诉你 如果要补回中间的机会成本呢 他买的地 是不会便宜过现在卖的地 那谁去买呢 是吧 就是如果在 打个比方先 在粉岭有个地 在屯门有个地 和在交以州有个地 和在喜宁州有个地 一样这么贵的 你买在哪里 除非按钩的 你都不会去买交以州 是吧 对不对 一样道理 现在政府要拿出几千亿 不是几千亿 是过万亿 一定过万亿的 那你香港这些钱 还有这些东西是不透明的 你记住 建筑 起桥 起路 起走廊 这些是完全不透明的 没人可以去查到单 他说买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大白杖的工程 给后面那些人去捞水用的 百分之十都死的 那里过千亿的 林郑是不是真的这么傻到 不知道这个计划有些问题呢 他当然知道 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看到 为什么你不在第四号那里 就是图片那里 你再在那里填下去 没有人会告诉你 没有人会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已经是原先粘地出去的 你现在突然间在中间 大家看到那个橙色和深灰色 是没有东西的 他填出来的 既然你都填 为什么你不填原有的地方填出去 而无故在海中心去做呢 第一就是不想得罪任何现在的地产商 第二这样就将成本 撑到最高 这些不是林郑的主意来的 我告诉你 第五宗序居住难题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何来去住呢 是吧 你先卖多少钱 你卖多少钱 第一样东西你填出来 那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 那里有很多地 你去到交易州 去到这个喜宁州 一望无际 那接着有些天桥 有些桥 有些走廊 你可以回到香港 是远一点 没问题 那你卖多少钱呢 你卖两万一尺 如果你卖两万一尺 那你现在在将来屯门那些 或者是现在将来地铁那些 或者将来地铁那些 就卖五万一尺 是不是 要不然你怎么回到本 还有一样东西 五万一尺 我都买 即使这么离谱 我都买将冠奥 是不是 即使你可以想象到 一千七百公斤土地 你怎样去做配套呢 没可能天天这样开车 没得开的 没得开的 你那条 那条Flyover那么长 那条走廊那么长 你每天只开进去 都过几小时车 车 开出来过几小时你怎么开 没得做的 没得做的 哪一个人第一个进去住 没有人 是不是 大家现在去看那个 我记得以前这个 东中西网报导过 这个大婴山这个公立医院 急症室 他一去到第一个就去 没有人 没有人去 没有人去 地方人少 不就脚不方便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香港已经这么少医生 这么少护士 你觉得医生和护士 已经不够了 还会调进去吗 如果里面有100万人 要多少医生和护士 没有人解决到这些问题 哪个巴士线会开进去呢 有没有地铁呢 地铁还跟你进去 那个工程就不知道多好大 对不对 这些全部 政府都是自己想的 大家看到 第六中罪 是交以州人工岛成为第三个商业区 舒缓中环九龙东的压力 不难推断 人工岛是不是交通方便 就是关键了 在发展局周二文件里面 交以州将与铁路分别连接港岛欣澳 新界西都会建铁路 中了收支 就是跟着就说是港铁问题 政府说 建铁路不一定找地铁 那你找谁来建呢 为什么地铁这么恶呢 原因就是 除了它有了这么多年的 建铁路经验之外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熟悉了香港所有的地形 你找外国一个人来的 去建铁路 我港铁让你接住我那边 没可能的 林郑这些是白痴兼低能 你自己建一条路出来 你不接住港铁有什么用 你不找港铁建我让你接住 还有一件事 港铁是政府的 你这样做就是手指咬出不咬入 对不对 这些就是没有老人说的 好 第七宗序 最后居职分离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件事 坦白说一句 居住就还居住 做事就还做事 是没得搞的 你搬了我去喜宁州 我出回香港市区做事 我再回去 如果这样看下去 起码都三个小时 来回 甚至四个小时都有可能 因为我出去之后 我还要再接地铁 那你想想一件事 我怎么住 我怎么做 老人家 现在进去就没有医疗 没有消防 没有警察 年轻的中年的 上不了工 小孩一样 你要起学校 你要起医疗 又家庭医生 全部这些事是没有想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那个人叫她做 她就要做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非常肯定 无论这件事做不做得成 都不关林郑的事 因为为什么 她一早已经走 她即使再做多两年 总共六年加上 现在都是2025年 这个是2032年 她已经走了很久 当这件事最后出现 发生问题的时候 林郑就是一个千古罪人 不过她已经离开了香港 我可以肯定她不做特首 她不会留在香港 一定不会 她会回来 会做一些政协 但是一件事她不会留在香港 你看她的动静 已经知道了 她比曾荫权 梁振英那些很多 她不会搞这些东西 我在英国你抓不到我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些就是 你又要坐这个位 你又想告诉别人 你自己厉害 你厉害什么 你现在做任何大事 都是中联办做事的 不是你做事的 中联办叫你接见韩国瑜 你就要接见韩国瑜 我告诉你 没得到你做事的 我是很不喜欢他这样对李嘉诚 虽然我不是很认同很多事情李嘉诚做的 但是一位91岁的老人家 你是不是应该要尊重一下呢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明日大雨计划 是有太多的问题 坦白说一句 香港人在里面也说得很好的 现在屯门 譬如说天水围 屯门 元朗 这些地方 根本上整个布局已经成了刑 或者现在观塘 去到将军澳 坑后这些地方 整个布局已经成了刑 为什么不在那里打造一个商业区 然后填海出去呢 那就容易了 譬如你在屯门 屯门发展成一个商业重镇 它够人的了 你现在天水围屯门很多人 在那里填海出去的话 你很多东西都在旁边 你找一个 老年禁远没人去的地方 坦白说它在我来说 你做这个明日大雨 和在月球来说 没有什么分别的 在我来说 真的 我就一定不支持 除非你可以解决我之前说的问题 如果不是我 是完全不支持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纳税人 你正在用我的钱 对不对 坦白说一句 你这六千多亿 你把钱分给市民 去买房子 做首期 做首次 那些市民更多谢你 对不对 搞这些东西 OK 那我们今天讲很久 讲了三十四分钟 那我们的投资日至四月 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给钱了 那做得很好 暂时银液有11%的增长 那我们每一次 就每一个文章 我们会有一个银液组合 我们叫做中线 那每一期我们的投资日至 就会讲一些投资的心法 那和现在基本上每一期 都有香港过股的财务分析 那每一期我们会用pdf的方法 email给已经订阅了的读者 我们的鑽石狗组合最近做得相当不错 我们的鑽石狗组合 现在的增长是去到百分之七十八 那都OK的 年复合增长 我们经历了三年零三个月 大概 未够三个月 那我们的复合增长是去到每年 20%的 那网址 那我们已经收录了我们 一季前的收费版 大家可以 游览器输入 看我们的网址也行 即是网址你会开始看到季前的收费版 那当然看到之前有五篇文章的试园版 那付费很简单的 付费大家可以 每个月的月费就是一百五十元 那有大约每个星期就是两至三篇文章 那你可以过去我恒西银行也可以 你可以过去中银香港也可以 那恒西银行就还有转数快的 很简单的就是 你过了数后 在银行收条上面 写回你的email address 拍照 然后share回去 香港financeour.com就可以了 那现在三月就完整的 那即将开始四月的了 那不要紧要的 譬如说你们四月 你四月中才付钱都好 那你付了那个月 我就会付那个月的投资日子 那今天讲到很长 今天讲了三十六分 那转头呢 我就会录这个 香港财经R 未估财经R的 一周股市大市 那大家可能 几个小时后 那大家就可以听到的了 那今天因为有一位读者 就想我讲这个 中华煤气的业绩 那因为我在收费版里面讲了 但是在频道就没有讲的 那所以一会儿 那一周股市大市 我们都会先讲了 中华煤气的业绩的 好吗 那今天就很长 去到三十七分钟 那非常多谢大家收看 那明天就没有了 那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